好,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 这里是说有一个水库的水坝 这个水库的水深是H深,大H 这里有个水坝 现在要问,水坝所受的总力 跟总力矩是多少 有多少力推这个水坝 这个水坝的力矩是多少 要求这个问题 那要求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办呢 你怎么样去求力呢 力就等于压力成面积 可是这个压力都在变 对不对,都在变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图 我们从这边看过来 这个宽度就是水坝的宽度 假定是L 这是水坝的高度 那这个水深度就是到这里 水深度在这里 好,现在我们从水坝的底端 Y公尺高的地方 我们取一个面积的激素 就是它的宽度是DY 它长度是L 这是面积激素 好,这个地方的压力 乘上这个面积激素的面积 它就是这个面积激素 所受到的力 那首先我们要看 这个地方的压力是什么 根据Pasca说 这里距离顶端 是H-Y 这么高 所以呢,这里是大气压力 所以它是大气压力 加上Rho-G 大H-Y 这个是左边 水坝左边的力 那右边呢 比如说你这个同一个深度 右边也有力 右边的力就是大气压了 就是大气压 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算出 左边有力 右边也有力 那么这两个力 的合力 就是这个水坝所受的合力了 它的合力等于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力量比较大 朝X方向 PL-PR 乘上什么呢 这是压力 压力 乘上面积激素 就等于 这个面积激素 所受的力 的大小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把 这PL 跟PR 带进来 带进来 我们就反 最后可以得到 它的合力是等于 朝X方向 朝这个方向 然后是Rho G L H 大H 减Y 乘上 DY 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力 那么这里所有的力呢 因为这里也有力 这里也有力 这里也有力 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函数来表示 那它所受的总力就是把这个DF积分 积分 因为它的高度是 积分变数是Y了 所以它是从0到H高 那这个积分 那两项积分 积分 积分以后合并就变成这个值 这个值 OK 我这里讲得很快 那么你们在家里头要自己算一遍 F 这个应该是一个向量 不是一个单位向量 向量 是等于 F的力量等于这么大 OK 好 它所受的力矩呢 力矩要怎么算呢 力矩就是看 我们先看 这个DF这个力 这个地方的一个小小的力的基数 乘上这个Y高 就是等于相对于O点 相对于这个地方的这个力矩 那这个就算力矩基数了 你就把这个值再乘上一个Y 就是这样 然后呢 积分 这个地方的力 给它的力矩是这个 那所有的这个力 给它的力矩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积分 积分按照这个积出来 它就是六分之一 Rho G L 大H OK 等于 等于这么大 所以这里各位就可以看到 我们所用的都是Pasca's law Pasca's law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 一个立体 这是一个U形管 里头装了某一种的液体 当这个U形管在不动的时候 这两边 两个异柱的面 一面高度是一样高 一样高 可是当我们把这个U形管 我们拿着它往这边加速运动的时候 加速度是A 朝这边运动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两边的高度 会变了 这边比较低 这边比较高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这是第一点 Part A 有加速度的时候 二倍 一面的高度差是什么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求这高度差 怎么求高度差 那当然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意面跟这个地方的压力有关 你高度不一样 当然这两边的压力就不一样 而 然后我们就看 这个压力不一样 那就表示 朝这边的压力 跟朝这边的压力不一样了 那它乘上这个面积 假如这个 乘上一个面积的话 就变成力 向右边的力 跟左边的力不一样 它的合力就不是零 于是就会产生加速度 它会产生加速度 所以我们就倒过来摔 你有这个大 有这个加速度 这个物体有这样的一个加速度 那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那一定是这个物体 我们看 就看这个长方形 这个圆柱体 它的质量 产生一个加速度 那一定是这两边 受的力不一样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这个力值多少呢 就是P1A 减掉P2A 是朝X方向 朝X正方向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力 的来源 力的因是这个 它就是什么果呢 就产生MA 质量乘加速度 这个质量是什么 质量就是这一段的质量 它的密度 层上面接面积 层上长度 所以呢 我们现在 这个就是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两边 把A消掉的话 我们就会得P1-P2 等于RowLA 这里我们还是看不出来 这一面差是多少啊 可是我们根据Pasca 知道这两边的 易柱的底端 如果受的压力 不一样的话呢 那它易柱的高度 就不一样啊 所以我们在用Pasca 我们就知道 加上P1就是靠底端的压力了 它等于Pa 加上RowGy1 这个P2呢 是等于Pa 加上RowGy2 于是 于是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合并 合并 就是P1 带到这里去 P2带到这里来 我们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然后这边化解一下 Pa一约消掉了 就等于RowGy1-Y2 等于RowLA Row可以约掉 那H呢 就是Y1-Y2 它就等于LA over G OK 这就得出来了 所以我们 做这样的式子 我们要把 这个原理用上去 原理用上去 刚刚我们说了 它为什么产生加速度 因为这两边的力不一样 这两边的力不一样 这力从哪里来 就是 当然 外面在推它 有人在推它 这两边的力不一样 那就表示 这个义柱 在这边的压力 跟这边压力不一样 义柱的压力不一样 就会影响到义柱的高度 这是根据Pascas 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两个 一个是Newton第二定律 一个是Pascas 就把这个问题解出来了 好我们看Part B Part B是说 同样这一个U形管 它绕着左边这个管 以Omega的角速度在转 这个时候呢 变成这一边的异柱 异面上升 这个异面下降 有一个高度差 我们要求这个高度差是多少 好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想啊 当你把这个U形管 绕着这个地方转的时候 转的时候 那每一个地方都在做转动 转动的物体一定有一个向心加速度 一定有个向心加速度 没有向心加速度 它不会转了 既然它有向心加速度 这个向心加速度是什么呢 这个向心加速度 那就是由于这两边的压力不同 那我们在这里 于是在这里就取一个 距离这边R远的地方 取一个DR长度的 这个面积是A 这个体积的基数 这个质量是等于Dm 质量是Dm 好那么 我们现在 就来看这个 根据牛顿第二点 这个物体要旋转的话 那一定是这两边的力不一样 就是有个向心力 这个向心力是什么呢 就是normal force 就等于P加dB乘A 减掉P乘A 这个是力的来源 好 力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质量乘加速度 Dm乘An An就是向心加速度 Dm是这个质量 它是等于rho Adr 密度乘上接面积 乘上这个长度 向心加速度呢 是在rω平方 因为它的转速 大家都是ω 从这里头 我们把pa约掉 我们就得dp是等于这个 那就是说 这个距离 就这个激数 两个表面相距是dr 它就会有一个压力差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压力差是多大呢 那就是积分了 对不对 积分了 r等于0的时候 假定是p1 r等于l的时候 从这里到这里是l 假定这里是l的话 那就是p2 于是积分积出来 p2-p1等于这个 这是根据什么来的 牛顿第二顶率 好 现在我们知道 这边的压力是p2 p2 这个压力是p1 那么这个压力呢 又跟这个 益柱有关 因为你这个压力不同 所以益柱的高度不一样 这就用Pasca's law来算 p1等于pa 加上rho gy1 p2等于g rho a 加上rho gy2 于是我们把这个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值 从这里我们就得到 这个高度差 y2-y1是等于 omega平方 l平方 over2g 这个是 异面的高度 你看到这个 我们怎么算这个 我们一定要找到 找到原理来应用 因为这个质量 任何一个质量都在做圆周运动 做圆周运动的物体 一定会受向心力 对不对 向心力 那这个向心力是什么 我们就可以用牛顿第二定律 把式子列出来 然后呢 发现 这个压力 这个压力跟压力不一样 那当然这个压力跟这个压力就不一样了 那我们积分就把这个压力差 求出来 然后这个压力呢 你怎么知道压力是多少呢 那么它根据Pasca说 因为这是一个静止的流体 这个流体 Opega的角速度旋转以后 它就在这个容器里面就静止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用Pasca 那么我们要问 异面差 与这个 两个背的宽度有没有关系 就是说这个直径跟这个直径 如果不一样的话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从这里头我们发现 它跟这个接面积都没有关系 跟接面积没关系 所以说 这个高度差跟两个异面 两个异面差跟管备的 接面其实是没有关系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U型管 里头本来装的议题是这样子高 两边平面都一样 现在我们用过活塞 把这个异面压下一个Y米高 这里压下Y米高呢 这个地方就上升Y米高 所以 同一个高度的异面 这边要比它高出这么多来 这么多来 然后我们知道 这边压力比这边大 当我们把这个活塞 一下子拿掉以后 这个压力就往下压 于是这个议题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假定没有摩擦力的话 在这里震荡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震荡运动 是不是减斜运动 这是平同高的地方 好 现在我们往下压的时候 Y米高 这边就上升一个2Y 对不对 上升一个2Y 好 就在这一瞬间 我把这个活塞拿掉 就在这一瞬间 我们看一看 这个物体受多大的力 这个物体受多大的力 因为这边压力跟这边不一样 好 右背一面 比左背高出2Y 所以左背一面的压力 左背一面的压力是PA 好 那么右背 同一个水平的地方 我们现在取一个同一个水平的地方 来看 这边是PA 这边那是等于PA 加上Rho G2Y 对不对 这边压力 右边压力比左边的大 好 那么 它瞬间的总压力 就是这两个压力差 乘上A 压力差乘A 好 那我们看到 我们看这个面 这个力 你刚刚往下压一个Y 就说这个Y 你把这里当作Y等于0的话 这个是正Y 结果这个力是朝什么方向呢 朝这个方向上去了 所以 它是 朝这个地方上去的 好 那么 它是等于什么呢 两倍的Y 它收的力就是这么大了 两倍的Y 乘上Rho GA Rho是密度 G 是重力加速度 A乘2Y 就是这个体积 它这个 这个地方所收的总力 就是这么大 总力就是这么大 OK 好 那么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F要等于MA MA M就是 整个 这个L是从这里到这里 整个翼柱的 长度了 Rho AL 密度 这个就是质量 A就是什么 因为它现在这个改变就是Y在变动 所以A就等于D平方Y over DT平方 这两个 相等 因为这就是都是指它的合力 这是合力的来源 这是合力的结果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两个比较为D平方Y over DT平方 那我们就能够得Y平方Y over DT平方 加2G over L 那等于0 那等于0 这个式子我们很熟悉 这个式子我们很熟悉 这个是一个什么 常数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减斜运动 这是减斜运动的标准的一个微分式 我们现在令这个值 叫做Omega平方 那么我们就知道它的周期 震荡周期是等于2Pi over Omega 那就等于Pi乘上根号2Pi 2L OK 这个二乘进去了 没错 2L over G 我们现在刚刚所讲的就是流体净粒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 叫做Paskas Law Paskas Law它的意思就是说 在密闭的容器里面 我们应该这么说 在一个容器里面装有某一种液体的话 那么一面下任何一个深度的地方 它的压力都等于Pi加上Rho GH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这是一个密闭的容器 你在容器的任何一个地方 加一个压力的话 这个压力会传到每一个地方 这是 这个是Paskas Law 现在我们看阿基米德原理 这是关于浮力的一个原理 物体浸在流体中会受到一股向上的力 这个力等于物体 同体积的重量 这个力我们就称它叫做浮力 OK 叫做浮力 这个现象 我们就称它叫做阿基米德原理 这个现象叫做阿基米德原理 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 这是一个水槽 某一种液体 这一个容器 你都装满了某一种的液体 那现在呢 我们就在这个液体里面 画出一个轮廓 其实这还是液体 还是同样的液体 那么我们说 这个轮廓所围住的这一块液体 它不动 不动的话 它一定会怎么样 受力 这个力一定是平衡 那它现在受哪一些力呢 我们把力找出来 重力 这都是水 都是水的话 它的密度很均匀 所以呢 它的重力一定从它的几何中心下来 这是W 然后啊 它没有下沉 没有下沉的话呢 那它就会朝上面有一个力 朝上面有一个力 这个力啊 是什么 就是福力 就是福力 OK Boyant Force Boyant Force 就是说这个力是什么 我们先不要讲是Boyant Force 就是说 这个地方一定受很多的力啊 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力 就是这个 其他的分子给它的力了 这不像一个点 其他分子给它的力都是对称的 现在有很多的力 这个力啊 就是Sigma F 向上 就是这两个力 那因为它都不动 没有移动 没有位置的改变 所以 它的合力等于零 这是根据平衡第一条件 好 那么 这个Sigma F呢 我们刚刚刚是说 就是其他的分子给它的力啊 有向下的 有向上的 合力 我们就把这个合力啊 这个力我们就称为 这个物体的福力 福力 Boyant Force 福力 我们F就称为是福力 于是呢 我们就得到福力等于什么 福力的大小 跟物体的重力是一样 一样大 不是 跟这个水的 Fruit 这是F就代表某一种的 某一种的液体 跟这个液体的重力一样大 OK 方向呢 跟它相反 它的方向朝这里 所以这个方向呢 大小跟它一样 方向是朝上 而WF 就这个 这一块水的质量 就等于 重量 等于它的质量成像 加速度G 而质量呢 又等于 密度 存上它的体积 存上它的体积 所以我们就发现 这个福力啊 是等于什么 假如你有一个物体 跟这个轮廓一样大的话 那么这个水呢 它不认得你有没有物体哦 反正你轮廓是这么大 它给你的力就是这么大 福力就是这么大 福力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个轮廓里面 装了某一种流体的时候 它的重量 重量 好 那么另外我们说 这个福力啊 跟重力 它有一个共同的着力点 因为它只有两个力嘛 两个力平衡的话呢 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而且有相同的作用线 就是有相同的着力点 但是实际上的物体呢 刚刚那个是轮廓 实际上的物体在这里 它的福力还是这个 因为它的轮廓是这个 谁只认得你的轮廓 不认得你这个是什么东西 可是这个真正的物体啊 它不见得是均匀分布的 任何一块石头 它都不见得是均匀分布 所以它的重力可能在这里 那就是说 任何一个物体 它的重力跟质 跟福力啊 并不会相同 足力的不相同 并且这个时候啊 这个重量 跟刚刚里头装的某一种 一体的重量不一样啊 它是等于 B是等于这个轮廓 装的某一种的一体的重量 可是现在重量是这个 这两个不一定相等啊 所以它不等于零啊 不等于零的话 那我们就看 我们看这个力都是向上 都是朝歪方向 但是B的力 福力 加上这个物体所受的重力 这两个力 合力等于另外一个力 叫WB' WB'就是什么呢 就等于这个物体 WB是这个物体 在空气里头的重力 这个是 这个物体在水里 在这个液体里头的重量 液体里头的重量 所以说它的重量呢 比真正这个物体的重量啊 要减少了一个 浮力 减少一个浮力 这个就是这个物体 在某一种液体里面的力量 好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式子 描一下 WB'向下的 要等于B'向上 再加上一个真正的这个重量 向下 减掉 这是减掉的 这个 其实这是加了 加 不过我们的方向 不过我们这方向写出来 这就是负的Y方向 好 那么 我们得 W' Prom' 要等WB' 减B' 这跟这个不一样啊 这个力 这个都有一个箭头 这是向量式 这个就是大小 OK 大小 你也可以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正的就是向 正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变了 应该是这是负的 正也是负的 这个是正的 OK 不过现在我们就看它是大小 那就是说 在谁 在某一种液体里面的物体 它的重量 比没有泡在这个液体里面的重量 比真正的重量 要减少了一个浮力的一个大小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画出来 B是等于 WB 把这个拿过来 这个搬过来 WB-W B' 那么这个就等于什么 等于 因为它减少的力就是浮力 就是同体积的义重 同体积的义重 这是浮力 那么我们看这两个结论 物体在流体中所减轻的重量 它的大小等于浮力B的大小 减轻的重量就是浮力B的大小 如果这个物体的密度 比流体要小的话 它不会沉下去 比如说它只沉一半 那么浮力就是这一半的 这个液体的重量 所以如果密度比流体小的话 V物体近于流体表面下 V就是 这是V是物体 是为物体 尽于流体表面下的 这一部分的体积 所以你 一块木头 放在水里面 它的浮力是什么 不是整块木头的 这个体积的质量 是在一面下面 这一块体积的 跟这个体积相等的 这个流体的质量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 这是一个磅秤 上面摆了一个水槽 本来这个水槽会有个重量 对不对 现在我们在这里头 套上一个重物 这个物体不是掉下去 不是整个掉下去 而是用个绳子掉起来 让它悬空在这里 那现在这个磅秤的 磅秤的这个毒素是多少 磅秤的毒素是多少 那首先我们就这样子看 我们单单看这个物体 单单看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的外力有哪一些呢 我们很重要 就是我们整个力学 都要把这个物体的外力画出来 外力 比如重力 我们第一个看的是重力 重力一定在它的 假如这个物体是质量均匀 就是几何中心 好我们当作它均匀好了 质量的中心 然后这个泡在水里面的物体 会受浮力 对不对 浮力也是朝上 然后这有根绳子 绳子有个张力啊 也是向上 好这就是这个物体 泡在水里面这个物体 所受的力 好这个物体在这里 现在平衡了 它不动了 不动了就根据平衡第一条件 三个力 这和要等于零 这是Y方向的 向上的力 加上向上的浮力 减到W等于零 所以呢 T加B就等于W W就是这个物体的重量 那么就是说张力 加上浮力 加上浮力 等于物体的重量 现在我们把整个磅 这个水槽 整个水槽 连这个物体 当作一个系统 再来看一看 它受的力是什么 这个时候有什么力呢 有这个物体的重力 这个W就是 这个水槽里面的水 跟这个容器的重量 叫大W 大W 这是两个力 向下的 好再来呢 这个水槽 受了这个磅称上顶的一个 normal force 就是用S来表示 normal force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 这是一个系统 这是一个系统 就是T 张力 张力 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算福利呢 没有算福利 因为我们是整个系统 这当作一个系统 福利只是它里头的一个内力 一体给它的力量 同理它又有给异体的力量 这两个抵消了 所以这个 我们是不看这个内力 OK 好 那么看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向上的力 有这两个 T加S 向下的力是这两个 好 那么我们可以得T加S 等于小W 加上大W 好 我们把这两个式子 减一减 B式 减掉A式 我们就得S 等于W 加B S是什么 S是磅称给它的力量 那反过来就是说 这个磅称 这个系统给磅称的力 就是大小相等方向 相反 往下压 那这就是磅称所指示的重量 这个重量等于什么 等于 水槽整个的重量 再加上这个浮力 浮力 这时候物体没有整个在里面 没有整个掉进去 它是悬浮在这里 所以是等于浮力 所以磅称的毒素 比物体的重量大 而真大的量 就是浮力的大小 这个是这个立体 这个立体是说 有一根细的木棒 像这个 它这个底下呢 镶的一块小千块 于是这个木棒 就能够竖的浮在这个 面上面 浮在这个水上面 然后啊 我们从顶上 往下压一个歪尺高 歪公尺高 在放手的时候 这个木棒就在这个地方震荡 现在要问这个震荡 是不是减歇运动 如果是减歇运动 那么它的震荡周期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先解 在这个 浸在这个水中 还没有压下压的时候呢 它现在保持平衡 平衡 那就说它不沉下去 也不再浮上来 就浮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 因为是它平衡 所以呢 我们把它的外力画出来 它只有一个重力 全部的重力 W 因为它底下有一个小千块 所以W的这个着力点就往下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浮力 浮力就是在这个体积的正中间 好 那么这两个力根据平衡第一条件 它平衡了 于是就是合力等于0 向上的B 加上一个向下的 就是减到W等于0 那我们就得 这时候的重力呢 就等于它的浮力 而重力是什么呢 是MG M就是这个 整个磅的质量 密度 乘上 这个是用浮力来算的 因为浮力等于重力 那浮力的话呢 就是排开同体积的 这个液体的重量 同体积的水重 那么就是Rho乘上L乘上A A是这个切面积乘上G 好要记得 这根棒的重量呢 就是等于这个 好 现在我们将木棒 压下去一个Y公尺高 Y公尺深 然后放手 这一瞬间 我们把这个 Dynamic Equation 写出来 好 它的合力就是 现在因为它 下沉了一点面体积啊 所以它的浮力呢 跟这个不一样了 是B-prime 然后W还是跟原来一样 它就是B-prime 减到W 这是合力 但是这一次呢 它不等于零哦 它不等于零了 因为 这个浮力要比这个大 好 那么 它等于什么东西呢 就等于多出来 这一块的浮力 因为原来是这一块 现在变成这一块 所以说 这个减这个 它就是等于Rho G A Y 这一块的 这个质量 这一块的重量 那么我们 这个是它的 力的来源 力的来源 现在我们 从牛顿第二定律 来看 这个力 合力 要等于MA M呢 就是这个M M Rho LA 再乘上D平方Y over DT 因为Y 我们以这个作为 参考点的话 Y是向下 所以是负Y 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 就把它写成这样子的 写成这样子的 就说 这两个相等 这两个相等 就是这个 要等于这个 于是就写成这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式子里头 因为这一项 它是什么呢 它是常数 所以这个微分方程 它就是减歇运动的 一个标准的微分方程 所以我们就 从这里就可以判定说 木棒的震动 它是减歇运动 好 既然是解写运动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个常数是 Omega平方 那么它的震荡周期呢 就是2π over Omega 就等于2π 根号L over G 好 现在我们看看 根据这个 根据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 福利定理 如果我们用了造船的话 造一艘船 这艘船 浸在水里面的体积是这个 水里的体积 这是船的重量 这是福利 福利一定在 这一块体积的几何中心 船的重量就是整个重量 那么我们要造船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重量 重心 要坐在福利 着力点的下面 这样船才会稳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船倾斜一点的话 你看 倾斜一点 这个还是不动啊 这个就偏在这一边了 于是他会产生一个力矩 要把这个船扶正 船扶正 OK 你偏这边 他就扶这一边 偏这边就扶这一边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W的重量 这直心 在W的重心 做在比这个福利 的着力点更高的话 就糟糕了 你船偏这一边 结果他W在这里 这个力矩是什么 要让船更加倾斜 所以这个船一直会越来越斜 越来越斜 一直到船翻掉为止 所以这个福利 物体福利的着力点 就是物体浸在水面下 物体 就是这个船 物体浸在水面下体积的几何中心 这一点我们承担叫做福利中心 Center of buoyancy 那么这个 这一段话就是说 你这个船的重心 一定要坐在福利中心的下面 试习 试乱 试书 试习 试乱